今天早上有一件蠻重要的事情 為什麼說重要呢 美軍有兩艘驅逐艦 一艘叫做Weber號 Chris Webber 然後呢一艘叫馬侃號 這大家比較知道 通過了台灣海峽 這個是我們故意解的 第七艦隊的網站 自己公佈了訊息加照片 美軍有說在這個網站裡面 說這兩艘驅逐艦經過台灣海峽 是展現美國對自由跟開放印太的承諾 然後呢 中共的國防部說辭時那時快 非常快的回應哦 這個回應呢不是以往的回應 這個回應很特別 中國國防部的發言人 立刻說這個穿越台灣海峽 是本屆執政委員一種絕望 跟破壞性的舉動 為什麼我說特別 這個是中國大陸專家解讀說 以往啊 這個活動 這個行動的回應者 都是解放軍的東部戰區回應 可是 今年的最後一天 美軍的這個活動 升格為中共的國防部來回應 而且是用發言人談話的方式 不是新聞稿 是談話 他們認為這個警告的意味 非常濃厚 原因很簡單哦 你看哦 美國說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承諾 坦白說 他們只要在包含南海或在台海 一定都是說是自由開放印太地區的承諾 可為什麼這次中國會棄成這樣層級那麼高 其實某種程度很簡單 你看中國這件事情到底做的對不對 就是看中國反應 中國反應越大 表示這件事情越對 你看關鍵在這邊 你看哦 美國第七艦隊哦 他發文表示 馬肯號跟蕭伯號對不對 威爾伯號對不對 依照國際法在12月31號航經台灣 什麼意思 站在中國的角度 這不是國際法 台灣是我的 這是內海 這是我們國家的內海 可是當你有特別點出國際法三個字 這時候就講得很清楚 台灣是不是你的 台灣不是你的內政 台灣是國際社會的一份子 所以台灣海峽是依照國際法來管轄 所以這東西其實某種程度是有定毛的效果 除了談說自由開放印太地區的承諾 其實像之前包含加拿大的軍艦 行徑那個所謂台海 也都是講說自由開放印太地區承諾 這些事情是告訴中國說 你不要在這邊為所欲為 這邊是個自由開放空間 大家都可以做 可是這次又更進一步 特別強調叫做國際法 那換句話說 其實坦白說 這個警告意味很濃厚 如果台海是國際海域的話 那台灣就是國際的一份子 那就不是你中國 我自古以來屬於中國的一份子 所以這件事對於中國來說 是非常非常打臉 也難怪中國是上升成績 來回應這件事情 但是這件事情 因為第七艦隊 我們每天都聽到嘛 通過包括最近南海 包括了台灣海峽 都是第七艦隊 但是現在 會不會第七艦隊太忙碌了 美軍幾乎是已經要把40年前的 第一艦隊再回來重返亞洲 這件事情是玩真的嗎 應該是玩真的 因為其實我們從一開始 知道要第一艦隊的時候 是有一些軍事媒體 看他們放消息 後來是有海軍部長 公開在媒體上講 最後呢 你看是包含什麼 美國海軍聯合座談會 也報導 但是最關鍵是 其實要讓第一艦隊成真的話 美國的海軍部長在上個月 是出席了美國的 參眾兩院聽證會 在聽證會上公開說 他們希望重建第一艦隊 那如果聽證會講完之後 那其實完備了所有法定程序 那接下來就是預算問題 跟布置的問題 所以第一艦隊其實坦白說 我認為是玩真的 而且非常非常真 那下一個問題就說 到底第一艦隊的母港會在哪裡 現在大家猜測很多 有人說是新加坡 有人說是菲律賓 有人說可能是越南 菲律賓就是蘇比克 玩一個是越南的金蘭灣 甚至有人說什麼 包含澳洲的達爾文港 你看然後新加坡張義港 這些東西 都被認為有可能的母港 可是坦白說 其實這個海軍部長 在整個聽證會的過程中 有講了一個非常令人玩味的部分 就是他認為第一艦隊 不該設永久前進基地 什麼意思 他不認為第一艦隊 應該在某個母港長期砸住 很簡單 因為現在是這樣子 中國我談過非常非常多 是美國因應中國的戰略是這樣子 中國是有遠程打擊能力的國家 不管打得準不準 你多射擊可總會射中 所以你看美國過去所有策略 都叫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上 西太平洋的前進基地就是關討 然後再來就是日本 可是站在中國的角度 我如果要打你橫須賀港的話 或是打你關島的話 太簡單 反正我就分兩瓶打 因為固定就在那裡不會動 對 所以說在美國來說 他們現在你去看所有戰略報告 都要求他的部隊要機動化 他的部制要瑣碎化 所以你看以新人來說 各種可能性才是最合理的狀況 比如說新加坡的張儀港 新加坡的張儀港 其實是有跟美國簽協定的 他可以停四艘驅逐艦 但是不可以停一整個 停一整個所謂第一艦隊 然後呢 帛琉還記得嗎 那個時候美國國防部長 特別去帛琉 去完之後 帛琉就開始建所謂跑道 建完跑道之後呢 就有美軍在帛琉這邊起降了 然後呢 台灣這很特別 為什麼台灣高雄 會列在他們的選項中 台灣高雄港的第二 台灣左營軍港的第二港區 一直說要擴建 一直說要擴建 擴建了十幾年都沒有預算 在前兩個月預算突然通過了 然後呢 新聞標題是說 擴建左營第二軍港後 可以停美歸萬噸級驅逐艦 美歸喔 那美歸有可能是台灣 但我意思是 其實這暗示意味很濃厚 那菲律賓的淑米克灣 越南金南灣還有台灣 這邊又是一個三角形地帶嘛 然後呢 澳洲的達爾文港 達爾文港被一個租隊友 莫名其妙把租借給中國 所以說他們在達爾文港的 另外一邊 另外在動工蓋所謂深水港 然後呢 你出自在這邊就是關島對不對 關島上面有個叫天陵島 天陵島是什麼 二戰喔 丟原子彈那架飛機 轟大機 就是從天陵島起飛 二戰之後呢 就完全沒有在啟用了 美國現在正在修建 天陵島的軍港跟跑道 在過去一點就是威克島 介於夏威夷跟關島中間 威克島也是二戰的中心基地 之後二戰之後也沒使用 美軍現在也在威克島修建跑道 換句話說 其實你看到這麼多的選項 都是第一艦隊可能停泊的港口 這符合現在美軍的機動化 琐碎化的大戰略 所以大家其實坦白說也不用猜了 或許他會有個 官方的指揮總部 不知道在新加坡或哪裡 可是你就一定會看到 他的所有軍艦一定是分散型布置 然後琐碎化布置 你說可能比如說停台灣停幾天 停這裡停幾天 停這裡又停幾天 是這樣的方式嗎 或是台灣停一兩台 張宇港停兩三台 達爾文港停兩三台 然後有的飛機放在帛琉的軍港 有的放在天陵島 有的放在所謂威克島 這東西是可以最大程度 不要把機彈放在同一個籃子上 一旦戰爭打響 中國要開始打台灣 他們會有個反介入戰爭 開始用飛彈射 所有區域內的軍艦的時候 其實美軍的想定 第一時間他的航空母艦是往後跑的 台灣自己的飛機也是往後飛 飛過中央山脈到花蓮 繞進加山基地的坑道裡面 所以其實這種瑣碎化是有助於說 我們承受中國的第一打擊 之後群起圍攻比較好的戰略 那其實菲律賓不是很願意 昨天還是前幾天 杜特蒂就出來講說 因為他們買疫苗嘛 覺得自己買中國 買俄羅斯還不夠 所以呢杜特蒂就嗆美國說 如果你美國不賣我疫苗的話 你美軍休想再繼續停在這裡 所以他們不願意啊 其實美軍把所謂的布置瑣碎化 第一個原因是要應付中國的遠程打擊能力 第二個是應付於政治現實 譬如說剛剛談的嘛 菲律賓杜特蒂現在一直 坦白說他的態度一直不是很好 他對於美軍來說是一直很抗拒的 所以你說真的不敢要大批艦隊過來 坦白說很難 可是你如果駐紮個兩艘三艘 政治上可以談判 越南也是金南灣 美軍一直很肖想 因為金南灣是一個非常好的深水港 可是越南你要知道 越南跟美國是打過深水交戰的 所以越南某種程度在政治上 對於美軍來說 也是有點抗拒 但是因為中國實在太阿拔 所以不得不跟中國合作 所以他也不可能再讓美軍全部駐場 新加坡不用說 新加坡一直希望做亞洲的瑞士 他不想惹惱美國 又不想惹惱中國 可是他很知道他的軍事必須靠美國 他的F-35是跟美國買 所以他還是在張立港 跟了美國簽了可以停四台 那澳洲達文港某種程度也可以停 所以說你知道 像這種瑣碎式的分散布置 一半是來自於對於中國的戰略設計 另外一半是礙於政治現實 那台灣根本不用講 你台灣高雄港 確實我可以讓你停個一台兩台 你怎麼可能整個第一劍 全部到高雄港 那還得了 不是逼中國來打我們嗎 所以在我們台灣 台灣已經非常親美了 我們跟美國關係很好 可是我們也不可能 讓美國把第一劍 全部拉拔到高雄港 因為這是強迫中國來打我們 所以其實在整個西太平洋 甚至南海這邊的 戰略是非常非常複雜的政治關係 所以美軍這樣設計 才是符合最有可能的核心 符合當地的國際政治跟地緣政治 你 你 你